这部剧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 就是他说 无论我们出生贫穷或是富贵 无论我们的过去能不能够被自己所选择 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出生的家庭环境等等之类的 我们选择在 我也不能选择我出生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头 但是在情绪面前我们应该都是平等的 嗯 对啊 那这个东西其实让我觉得 哇这句话可以好好思考 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 一个出租呈见探索未知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婷婷 大家好我是Hank 你干嘛跟我抢麦 因为平常不是都是我先吗 因为你每次拍都要等好久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玩这个游戏 哎 怎么样 又到了只能喝酒的图书馆的时候 哈哈哈哈 所以每次一定要讲这一句 这是你的开场白吗 固定 洗手室 一定要 嗯 好哦 口头禅 最近好吗 最近好吗 最近还可以啦 就是事情很多 各方面的事情很多 真的 然后就觉得自己有时候会忙到一个不知所措 不知人在何处的感觉 真的 然后太多面向的东西一直在不停的进行当中 所以会有一点 有时候要排优先顺序的 不知从何排期 因为太多事情要不要弄 我的那个代办事项 基本上现在可能已经超过50个 有点不太想看 就直接放弃 放弃 我觉得啊 我最近 我有感觉到说 我好像有一点点 犹豫症的那个前兆 嗯 怎么说呢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不想动 不想动就是犹豫症吗 嗯 你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有很多事情得去处理 因为 刑策也即将 对外开放内用了吗 那等于是说 我们经过三个月之后的重新开门 嗯 这个 你要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 嗯 就是你 别人问你说你最近怎么样啊 什么的 我就说其实很忙 可是 我有发现说我就 真的不想动 嗯 有我感觉到你大概上个礼拜开始就 我其实不是说上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 我已经这段时间其实 蛮久了 嗯 然后那 只是说可能我过去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已经很有经验的再去处理 嗯 这些 情绪 或者是这些状况 状态 那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 很游刃 有余的去处理它 嗯 过一阵子我都想说啊 我过一阵子可能就好了这样 但我近期就 最近 这一个礼拜比较明显 所以我就发现说 有一天 我不知道干嘛 然后我就起身去上厕所 我突然间就觉得说 好像不太对 因为我的身体就开始有点状况出现 嗯 就不太对 所以就觉得说 好像 这个 我05年那个时候的那个忧郁症的那个状态跟09年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其实是 有一点那个征兆出现 似曾相似的感觉 嗯 然后 我就 觉得不行 再这样下去好像不太对 嗯 这样 所以自己其实是有感觉的 因为我之前有经验了 嗯 所以大概知道是什么一个回事 对啊 因为 你就久病成良医啊 所以会有一些征兆会让你觉得 哎呦 好像是不是 进入到某一种状态 对 对 熟悉感 嗯 所以我就突然就吓到了 那怎么办 我 就想方法啊 我 我其实 我想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个忧郁症 嗯 这件事情 我知道说很多人其实 应该都有这个状况 嗯 那也有很多人在 写这一类的文章 当我们在去面对忧郁症的 呃 人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 嗯 啊 而且我最近讲话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自己有失语症 你知道吗 找不到话 是 就是 那个 文字的那个组合逻辑 嗯 其实我自己知道说 我在很好的状态的时候 那个逻辑组合其实是 哦 很好的 那我就最近 因为要处理很多事 要交办这个同事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我在讲话的时候 真的是 那个 语言的组织逻辑 失 失准啊 嗯 有然后常常会讲不出话来就生气 对 然后就会 对啊 就会觉得为什么你有笨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嗯 但你其实一个字都没讲出来 哈哈 对 之类的 真的 然后就会觉得 嗯 为什么你不知道 对 所以我就说 我应该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这个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 嗯 只是说最近的那个真 真 真照是 就是状 真 状态比较好 对 我帮你讲 对 就是最近的状态是 你当三太子 我当你的逗逗 需要讲什么 我随时帮你补充 嗯 但我相信这个 不会是近期才 有的 应该是说 我觉得 这个是累积的 嗯 我 我觉得这个忧郁症啊 我们常常在说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忧郁症的人啊 嗯 或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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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有很多说你不要说 你不要去告诉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要说加油什么的 对对对 我这是真的 哈哈哈 那你如果听到 如果你有状态状况的时候 人家跟你说加油 你会怎样 我内心其实 我的个性是这样 我的情境是 我的内心是觉得说 你们在讲屁话 嗯 嗯 就真的是一个屁啊 嗯 那 怎么个加法呢 嗯 是95 五千七油 还是95 还是98 就是这些都是屁话嘛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内心就会知道 觉得说你根本就不明白 嗯 嗯 那这也是真的 因为 嗯 每一个 人 这个 成因的背后 他都有 些微的这种苦痛 嗯 不管是 贫穷的还是富贵的 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 呃 生活过得很好 很幸福的人 好像就没有权力忧郁症 等等种 嗯 有一些人会讲 说你很棒啊 你看你爸妈对你很好啊 这种 可是你根本就不理解 别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出现 就当你在旁边说 哎 加油 你很幸福的 你会好一点的 人生会 这种 哦 我都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废话 嗯 嗯 我是这么觉得啊 嗯 怎么去面对那些忧郁症的人 我觉得很重要的两个字 我觉得会是 在 这个 接下来的时代里面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环节 嗯 因为你身边可能三个就有两个 有一点问题 嗯 我觉得在这个 很快速又很破碎化的时代里面 人的心其实是 特别脆弱 嗯 真的特别 感觉那个时代变化的有点 太过于快速 对对对 我觉得人在 要应对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的时候 他那个 跟脚步跟不上 或者是 想尽办法要跟上那个 那个过程 其实是很 struggle 就是很挣扎的 是 然后 这个 这个时候我觉得 共情这两个字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哦 怎么说呢 我觉得共情 讲白一点 它其实就是一种同理 嗯 嗯 这四个字听起来其实很容易 嗯 好像很简单 嗯 它其实很不容易 嗯 所以共情跟同理有什么差别 我 我 我记得前一阵子有出 有出一部电影叫做 嗯 那个叫什么 天啊 那部电影 啊 施雨震又来了啦 这电视剧吗 不是不是电影 是徐若萱演的 然后他讲的是那个 妈妈 嗯 他的妈妈 的 就他的爸爸外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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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怎么办啦 我真的不知道这句 这部戏是什么 你查一下 我现在正要查 徐若萱 他是制作人 我完全不知道这部戏 天啊 死定了 有啦 你知道啦 他爸爸外孕 孤魏啦 哦哦哦 孤魏我知道 对 嗯 前一阵子就是有出一部电影叫孤魏 嗯 那有一些人 觉得他拍得很烂 嗯哼 就是不好看 嗯 他不是得奖吗 哎对 然后就是那个陈淑芳嘛 嗯嗯 然后 我有 我觉得这种 对一部作品 有好的评价跟不好的评价 我觉得是 合理的啦 嗯合理的 对啊 那 就是看 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他 对 那有一些比较 就是在行业内 比较专业的人 可能他就会觉得说 他明明就拍得不好 对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 也不一定 反正就是他的那个评价就是 各半就是了 嗯 可是他就卖得很好嘛 因为他破译好像六亿多吧 嗯 之类的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什么烂片 什么的 那有一次 我就跟一个朋友在聊 聊到这部戏 那我自己看完 这部戏的时候 我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说他拍得不好 嗯 那我也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他很好看 因为你有时候在看戏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像我们都会去看什么剪接啊 然后他的镜头取景啊 然后等等之类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 呃 专专业的 角度在看这个 角度在看这个 去在看的这个 嗯 这个东西 那 呃 我自己 我我我是跟我朋友说 我就说 其实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共情 嗯 因为 其实很 很多的家庭 都有类似的故事发生 嗯嗯 我 我觉得他有一些镜头 我其实不觉得他拍得很好 嗯 那就是处理 我有时候内心有点纳闷 就说为什么 这个镜头要这样处理 可是我跟你说 我哭得稀里哗啦 嗯 因为在这部剧里面 我看到我妈妈跟我爸爸 嗯 嗯 所以我 哇 我狂哭欸 那时候你在睡觉 我自己半夜在那边看 对啊 我是用Netflix看的 OK 对啊 然后我真的是哭得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就跟我弟说 叫我弟去看 我弟说不要 我不敢看 哈哈 哈哈 但是这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共情啊 嗯嗯嗯 勾起你的 不管是回忆也好 或者是你的某一种情绪 或者是 这个背景跟你有点类似 或者是有很多时候 这个戏剧在演的东西 就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 我觉得戏剧故事最好 最大的那个力量 其实是因为共情 因为共情 所以会让你反除 反除了 你就能够疗愈自己 嗯 所以说其实是剧本写的好吗 剧本写的好吗 我觉得 还可以 嗯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真实 人生 就是这样 嗯 嗯 那 其实我是 我这一个礼拜真的是比较严重 嗯 然后但是我很坚持要录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是很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把它说出来 那我可能可以去面对吧 嗯 是不是 嗯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蓝锡啊 怎么叫蓝锡 我就是真的很提不起劲 很多东西就是有一种那种 好像无能为力的感觉 嗯 就觉得脆弱吗 是吗 无力吗 我试着形容它 那是一种无力感吗 说不上来 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录这一集啊 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录剧 嗯 这部录剧其实不红 嗯 然后我有上网去看了一些评价 其实是 也是好坏残版的 叫什么名字呢 爱上你 治愈我 嗯 那他其实是在讲 两个医生 一个是精神科医生 一个是心理科 心理科医生 的故事 嗯 那这两个人 他们相爱 啊 OK 然后他们其实在 他们各自的生命里面 他们其实也是有他们的苦痛 嗯 可是他们在透过治愈别人的过程里面 治愈自己 嗯 以及 嗯 这个精神科医师是男主角 心理科医师是女主角 那这个精神科医师的家庭的变故是很大的 嗯 导致他的抑郁症是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 爱上你治愈我是因为他爱上了这个心理 他跟这个心理科医师其实是一对恋人 嗯 然后最后最后其实是这个心理科的医生治愈了这个精神科 精神科医生 对 嗯 嗯 我 其实他是2018还2019年的戏剧 嗯 但是这部剧其实是不红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他是同时跟那个呃 我们与二的剧离一起出的 嗯 那一年 2019年 那呃 我有看到有一些人觉得说 我们与二的剧离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拿与二的剧离去跟这部剧去做比较 嗯 就觉得说这部剧做的不好 可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我觉得他其实基本上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呃 故事 可是我觉得他在讲同样的根源 嗯 哦 其实那个根源就是你的童年 嗯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叫做童年是生命的底色 嗯 嗯 哦 那 我 我觉得 就是画布上面的底色 嗯 是你画你自己自己这个人 所以你的人生就像在做画一样 是 所以童年是你生命的底色 你的底色就定在那个地方了 在你的童年的时期 嗯 那不表示说你在成长以后不 不能够去改变那个底色 嗯 还是可以上色的 嗯 他其实是可以被你改变的 反正 我其实很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作品 嗯 应该是说 这种情感面的 或者是说 去挖掘内心深处尚未崩块的部分 嗯 跟你去挖掘那些你内心深处崩坏的部分 嗯 这些东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很 很 沉溺 我很我很会去做这一类的事情 喜欢的 嗯 那我会觉得说那个是 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太多了 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 就是在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 你的情绪还是保持着平稳 或者是说 在面对很多挫折的时候 我的情绪还是能够保持很平稳 之类的 就是说 我好像很难去克服自己的那些负面能量 嗯 那我一直试图的想要去克服它 嗯 就是有一 我在我很沉溺在一个情绪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 有时候会 过去有时候会很想要直接就是觉得 呃 我不如就结束我的生命比较 跪去 对 就是真的 就是因为你已经到了那种 好像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继续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你要 嗯 努力 嗯 你完全失去了那个 动力 动力或者是 你不晓得为什么 嗯 你真的不知为何而战啊 就想要放弃 就放弃其实是最容易的 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对 那我因为最近看了这一部剧以后 我觉得 哦 也是这几天 我刚好前几天找到这部剧看 嗯 我好像 就是觉得说我慢慢的可以 再回到那个 自我疗愈的过程里面 嗯 我不知道怎么说 怎么说 就 不知道怎么说 我怎么会知道 我刚刚说的有明白吗 天啊 就因为你看了那部剧 所以你有给你一些 启发吗 还是说有一些 hint 你会去 思考你自己的状态 或者什么 对 因为它其实这一部剧 它是28个真实案例改编的 嗯 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呃 不同的 不同的案例 然后可以去 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投射到自己身上 是 借了观看他人的故事 对对对对 去投射到自己 怎么去面对你自己人生的一个状态 对啊 因为它里面也有一些失败的神艺员 对 失败的文人 对 失败的什么 他们就其实 基本上 人生就是失败者 嗯 对 那 呃 有很多精神状态 嗯 反正我觉得这部剧很好看 然后我 我一直很喜欢 就是 不知道去年还是 也是应该去年 有一部剧叫做 是精神病啊 但没关系 嗯 然后它 它是非常戏剧化的表现手法 嗯 在 讲述这个故事 哦 重点是这部剧也是 不红 不是不红 好坏参半 哦 哦 我就觉得很有趣 我就特爱这部剧 嗯 因为我好 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是 童年这件事情 嗯 是 是影响一个人最深的一个地方 嗯 家庭 童年 影响非常非常非常的深 只是 嗯 有些人并不这么认同 嗯 我觉得啊 嗯 我觉得家 童年肯定是影响你很深的 但有一些人并不这么觉得啊 那只是他没有想要回想 他童年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 你去想 就是说有一些人 他可能跟家里的关系 并不是那么的亲密 嗯 然后或者是说 有一些人对于父母 他是一种 嗯 也带有一些情绪啊 嗯 或是 对父母的情绪是很合理的 对 这些等等之类的 其实在 这部剧里面 他都会有 描写的很深刻 因为他 就是把那个东西放大嘛 嗯 嗯 像有一个 呃 呃 有一个19岁的少年 在这部剧里面 然后他爸爸 从小就是被他的爷 他的爷爷 打大的 嗯 那 他的 他承受得住啊 嗯 啊 他可以 去承受得住他 父亲对他的打骂 你说他爸爸 对他爸爸 嗯 这样 所以他就这样子对他儿子 他觉得说 我要很严格的对待我的儿子 他才会成才 OK OK 然后他就说 我小时候 同一招 对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打大的 我都能过得来了 我儿子怎么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状态 然后就 他就怎么样了 进精神病院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就要求他 因为他 他儿子很会弹钢琴 然后所以要送他去 呃 什么什么音乐学院 然后干嘛干嘛的 就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 就跟现在 前一阵子不是有非常多那种 开学 然后学生 受不了那种升学的压力 父母的要求 然后就 跳楼 对 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这个 忧郁症的来源 嗯 你 你即便你过得很幸福 可是 以外人来看 都会只是 我们看到的那个千分之一而已 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水面的千分之一 其他的 在水底的 你看不见 可是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什么东西原因是什么 就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差距 什么差距 就是 这个 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诶 这个人看起来很幸福啊 为什么会 对 这个 最后还是忧郁症啊 或是还去跳楼啊 或是干嘛 我觉得 我跟你说 自从我嫁给你以后啊 对 也很多人说我很幸福啊 哦 所以这个就是压力的来源 我就会觉得说 我的幸福 不是 缘分 也不是意外吗 嗯 不是 对不对 那外人来看的话 他们都会觉得 你很幸福 你生长在这样的家庭 哦 你很幸福 你遇到这样的先生 嫁到这样的家庭里面去 你现在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 所有人看到都只是那千分之一啊 都是表象 对 那表象 我就说 那那个水底的 你们看得见吗 看不到 我所要面对的那个生活上的压力 别人明白吗 不明白啊 嗯 即便我告诉你了 我现在面对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那 你也会说 哎 你已经很幸福了 你去想想看别人 我知道 我干嘛要看别人 对不对 不是这里面 就是这一类的废话会让人觉得很烦吗 这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点 什么点 就是说 你仔细去看啊 就是 所有的 你生存的环境好了 我们看的其实大部分都是环境 嗯 我们看他人的故事 我们都是看他环境 他的家里也怎么样啊 嗯 他的伴侣怎么样啊 他身处的环境怎么样 他身处的时代怎么样 所有东西都是外在 但他们忽略掉一个东西就是 所有的人的活着动力 其实是内在 嗯 其实是 就是我们是靠着我们人 给我们自己心里面 设定某一些目标 嗯 去活着的 嗯 不管是我是从很穷的呃背景出生的 所以我长大会有个动力 就啊 我要赚钱 我要变有钱 所以我可以折磨自己 每天工作24小时 然后去赚到钱 或者是什么的 whatever 但那个我的 对我来讲 赚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为他牺牲一切 投入一切 但换另外一个人 他家里是有钱 他可能他的动力 就不一定是这个东西 他可能是要自我实现 他想要做 他想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你光看那个外在 其实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个人的内心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遇到挫折 或者是他在长大 或者是他想要发挥的时候 现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有达到他内心的期望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个人而言 他一定是有一些 这个他自己期望 跟他实际做到的这个落差 嗯 而产生的这个挫折感 这个是外人说看不到的 哦 尤其啊 有的时候啊 我 我都会觉得说 你会 你跟人接触越多 呃 越坦诚自己 或者是 你即便不戴任何的面具 去跟任何人相处 其实那一切一切 都会让你更沮丧 有时候我会这么觉得 譬如说 我可能在面对一些朋友的时候 然后 我会说 其实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嗯 嗯 所以我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 但是我透过 我了解我自己是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 透过某一些方法去 让我自己的那个自信提升 嗯 那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你知道我 但并不代表你 就不是一个自卑的人 对 但是 我 我在想方法嘛 那只是说 我 我可以 我的状态 是可以 是可以去跟别人分享这一块的 因为我明白 嗯 这样 那你知道我得到的回应都会是什么吗 都会是什么 你这样子还是自卑的人 嗯 怎么可能 嗯 就 你知道这句有多废话 就不是嘛 就不是你 就是 我有时候就觉得说 哇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够 你知道 不要那么粗糙 嗯 稍微细腻一点 嗯 可以去 听听别人 对你的 跟你的那些分享 嗯 或者是这种 比较内心 世界 或者是比较 你知道 坦诚的一些对话 嗯 慢一点不会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们 我们其实很容易 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啊 嗯 我们很需要把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 速度放慢 不是 哦 我们我们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 嗯 我们常常需要 呃 去把我们所有周遭认识的人 全部把它加全平均 去得到一个中位数 去理解说 哦 其实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嗯 然后由这样的标准再去评断说 哎 其实你看起来很幸福 哦 你看起来比较辛苦 嗯 你会 你会有一个 这个自己的 判断的依据 那这个依据 其实是把所有人加起来去 去处于 这个 总体格数 去得到的这个结果 但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办法把这个 个案 纳入他个人的 这个生命历程的考量 但其实 我们所认知的世界 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个案 它并没有所谓是什么 就是 所有人都应该是怎么样 或是 这个年代的人 其实就是过得很幸福 对啊 这种 这种bullshit 或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的看法是 其实每一个人 他都是个个案 是 个案都要以个案处理 这个跟那个 凡事不与个案处理 是完全是两件事情 我觉得 看用什么角度啦 对啊 对啊 但 我自己 我自己 最近在思考 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说 其实 人有一些 精神上的疾病 是很正常的 在这个 这个 时代里面 也不是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觉得 是不是在每个时代 其实都是 对啊 其实 什么叫做 我其实很好奇 就什么 定义叫做 就是譬如说 你有精神疾病 我没有 或是我有一点点 像我叔叔啊 我爸的弟弟 对 他就是 那打老婆是非常严重 然后他的那个 脾气是很暴躁 易怒 那他们家已经变成是那种 就是通报家暴中心的那一种状况 然后你如果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就是他他是就是被他之前都不晓得 他现在就在吃药控制 嗯哼哑 嗯哼哑 他就被诊断出 他其实是有造欲症 嗯嗯 我没有跟他们接触非常的多啊 但我总是觉得说 环境的影响 就是当你情绪没有办法 维持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的时候 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精神疾病的 那个情绪啊 应该是说 你看现在湘敏的表现就知道 因为我会觉得说 这部剧里面他有一句 有一句话我觉得觉得很棒 就是他说 无论我们出生贫穷或是富贵 无论我们的过去 能不能够被自己所选择 因为我们不能选择 我们出生的家庭环境等等之类的 我们选择在 我也不能选择我出生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头 但是在情绪面前 我们应该都是平等的 对啊 那这个东西其实让我觉得 哇这句话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的情绪的这些怎么个 失与症来 就是那个处理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情绪 要去 这个 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诱导别人去面对心里面的那个结 跟面对自己的情绪 进而去处理它 放下它 它很不容易 心理咨询师 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引导 可是能够去面对跟放下的 还是自己 取决于你的心有多坚强 那对人本身你知道脆弱是生命的本质吗 嗯 这句话是很好用 你也可以说坚强是生命的本质 他也是 他也是 那脆弱本来它就是生命的本质 所以人的脆弱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是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会害怕会担心会恐慌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真正能够解开心里面那个结的人 都还是自己 这当然 对啊 这个我一直都很相信的事情 绝对没有人可以帮你处理这一块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我很脆弱 但是其实 我能够去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清洗啊 或者是过去那些忧郁症能够走过来 我觉得必然是因为我被训练的必须坚强 嗯 我不觉得我是天生坚强的人 你是被训练的必须坚强 还是其实你内心渴望自己变得坚强 我觉得我的坚强是被训练来的 但你其实没有希望那么坚强 我不是没有希望那么坚强 而是说我本来其实不清楚知道 我可以坚强 或者是我为什么要坚强 那我觉得那个坚强 其实是我自己后天真的是训练来的 那你现在训练到一个程度就会有一些 这个叫天花板 就有一些极限 会 当你不知为何而战的时候 那你现在知道你为何而战吗 我其实一直不停的在去 怎么说呢 慢慢来 我觉得 我在这个修 我目前在一个修炼的一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 我有看到这个 我的好胜心一直都太强了 因为有时候你在我在被训练坚强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不小心把那个好胜心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坚强了 所以好胜跟坚强其实是两件事情 那好胜其实是你本身的性格影响的 是 你就是不想输 对 那你当你好胜心太强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把目标当成是一个最终导向 不把目标当成最终导向的话 我们要把什么 为什么不能把目标当成一个最终导向 我常常会觉得说目标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太aggressive 就是我每次在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 那种东西就是那种 管理学的角度不是都目标导向 对对对 KPI什么之类的 但是对自己对自己来说 情感面没有KPI啊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先把你自己的状态准备好了 你才能够去迎接跟面对环境带给你的挫折跟考验 当你的状态没有调整到很好的状态的时候 不是最佳状态的时候 你其实是很难去面对环境 给你的种种的考验的 我觉得我现在就处在一种不想去面对跟逃避的状态 那我觉得我因为我过去 天哪 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状态 但是我就是提不起进去把它处理掉 我知道这个我完全可以懂 对 因为我常在用的一招就是 当我不知怎么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 就打电动 不是我就去睡觉 就是当我没有 不知道要用什么招数 对付我身边周遭的环境 或者是我现在遇到的挫折的时候 我通常会选择一个招数 当我没有办法确定我要用什么技术的时候 我就先把我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我就去睡觉 把我的能力先去补学 把这个学条补得长一点 虽然我不知道能干嘛 但是我接下来遇到挫折的时候 至少我的承受力跟我的耐受力会高一些些 直到我总有一天会想出一些招数 可以对付这个环境 或是适应这个环境 这个是我常在用的一个招数 我发现最近用什么招数 面对这个环境都不好的时候 我就去睡觉 吃饱了睡饱了 然后好好把性情调整好 先不要急着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这个我最近比较常在用的东西 像我前一阵的状态不是很好 我自己有感觉到说 最近这个事情太多 实在是很多东西 我根本没有办法pandle 然后这个店又没有办法开 然后公司又在赔钱 然后钱又 户头里面钱又越来越少 我大概知道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那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好那我早点睡觉好了 真的 我跟你说真的 所以你不觉得 我有一阵子不是早 晚上我们这种夜帽子 不是都半夜才睡觉 我有一阵子就9点10点 我就开始睡 然后睡到3 4点 4 5点起床 哇 我跟你讲 那个睡醒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起床的时候就觉得你 接下来什么挑战 你都可以干得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 这是一个招数 我只能说 我觉得这个 生命的进程总是 在面对他的时候 你总是无奈的 可是 我自己 我可能我也还在 这个过程里面 我有时候也会提不起进来 或是什么的 但是 多 我会去 我解决他的那个 我去面对 或者是我试图想要找方法 去解决他的方式 真的就是 找东西来看 嗯 那 有一些心理 心灵上面的刺激 嗯 那 有一些勇气 或者是什么东西 之类的 尤其是因为我月亮双子座 你知道吗 哦 不知道 就是 我有一次听 唐国师 说月亮双子座的人 就是会有一种状态 还怕自己不知道 资讯焦虑吗 对 我跟你说 我就觉得啊 我就 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嗯 因为我是 太阳跟上升 都是水象星座的人 嗯 然后水象星座 又是特别敏感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哇 我这个真的是很难 很多东西 我都会 预先sensor到什么 嗯 然后我就会让自己 哇 你知道那个 揪在那 就 会很难受 嗯 就 反正简言之 在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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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什么 就 接下来要讲什么 不知道 没有 等一下 等一下 反正我要讲的东西 其实是 换一个 角度 去看待 你面对生命的方法 换一个角度 去面对 你看待生命的方法 OK 换一个角度 你原来的角度 你觉得是什么 我就说我现在正在换啊 因为我觉得我的好胜心 真的是抱自己逼死了 啊 对啊 你是因为 好胜 所以你把你的目标 定的比较高 或者是想要 战胜这个环境 或者是想要战胜这个 其他人 而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 会产生的挫折感 还是 什么 我不知道 你现在问我 我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说 我觉得我自己的好胜心 把我逼得很死 可是我不晓得 是什么 可能你知道 过几个月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 还是 还是其实你 或许会不会是 其实你 的 目标 比你的能力还要强大 我的目标 比我的能力还要强大 你目标定的很高 但是能力其实还不够 嗯 这个 我也 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对 因为我不知道 嗯 好胜心这件事情很有趣 嗯 怎么说 我觉得我大概知道 为什么我都没有 忧郁症 为什么 因为我一点都不好胜 那好胜心到底是什么 就看到别人做得好 我就想要把他干掉 之类的 好像 就比如说 我们从小啊 我举个例子 我从小去打撞球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赢 因为我总觉得别人都比我厉害 我觉得我只要从输他五球 变成输他三球就好了 哦 之类的 但我从来没有说 我一定今天要赢 以前有人就比我比赛嘛 去打篮球那种都是 他们都会有那种 今天我跟你打 我就是跟你拼输赢 我一定要赢 我从来都不是这个人 我从来都觉得说 哎 我来有运动到 或者是什么就好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 那个聊这个好胜心 到底是什么的 这个 因为我没有觉得 这些东西好像是我 认为的那样 那这个可能 过一阵子我们可以聊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行 我只清楚的知道说 我太好强 嗯 这个好强 我常常在我们家小女儿身上看到 嗯 好强 小女儿好强 嗯 我们家小女儿真的非常好强 对 那她的那 她的那些好强 我觉得是她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脆弱 嗯 以目前来看是这样 嗯 她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对 但是她就是不想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她喜欢让大家觉得她是很坚强的 她或者是她很强 对 这件事情 对 或许不会是跟自己的能力有关 嗯 是跟自己的目标有关 我觉得那个是 我不知道耶 可能 不是目标耶 我不觉得那个只是仅仅的一种目标而已 那个 有的时候是 保护色 嗯 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保护自己哪一块呢 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脆弱吗 原因是什么 对 对 我觉得 可能 可能是 每一个时期脆弱的部分可能 不一样 不一样 那脆弱的一个 这个 呃 力道 可能也 不一样 不一样 那 我 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现在讲得很清楚说 到底要 保护自己什么 或者是 但是我 我知道那个方向 会是 为了保护自己 我觉得那个好强 是这样子 嗯 但是我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保护我自己什么 嗯 嗯 我现在 还没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就是我自己想要保护我自己什么 但是我知道 那你可能跟你女儿聊聊天 多聊聊天 说别人就会知道答案 我最近常跟她聊天啊 哈哈哈哈 多问她几个问题 所以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是内心 内心的状态 对 或许 嗯 从这个 从他人身上 对 我觉得好险我生了这两个女儿 她们现在可能是我现在最好的生命导师 哈哈哈 真的啊 是是是是 真的 我觉得看小孩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反思一些自己的问题跟状态 而且他们看你都看很准 对 而且他们讲你的问题都丝毫不留情 嗯 不像你的朋友都会讲你好的部分都不会讲你坏的部分 哈哈哈哈 女儿都是不停的讲你不好的部分 对啊 对 但我我真的很想说当如果你身边有忧郁症的朋友 真的不要跟他讲那么多废话说真的 那我们要怎么跟他应对呢 共情好不好 陪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不要去 呃 试图的想要去帮他解决什么 当他想要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是听 嗯 然后不要去想说要帮他解决什么 你知道 让他自己去解决 你陪着他 他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 嗯 呃 你 你 必须让他知道那个 你的相信 嗯 嗯 就是 让他感受到那个陪伴 太棒了 我觉得我今天也做一件事情 好了 我们可以就这样结束了 我觉得这个 忧郁症这个 我觉得我今天只是在跟你 就是我我在跟你说我最近的状态是这样子 有啊 我我我刚感受到 比较 就是细节的部分 嗯 就是我想要 跟你 分享这件事情 就是 因为我现在在这个过程里面 但我一直觉得说 我有 我有时候 会觉得这一段过程 能够分享出来 它其实是 很 宝贵的 嗯 因为你可能回头 再去看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状态 就好像 我 那个时候在纽约 20 就是那时候在纽约忧郁症 所写下来的那些所有的东西 当我过一阵子再回去看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哇 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病啊 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好 对 哦呀上礼拜 哈哈 就在以后我们看了几天觉得 哇 这写真好啊 对对对 这没有病写不出来啊 所有的创作大概都是有病的时候才有把他写 嗯 那如果你现在其实是 就是忧郁症 觉得你自己是个忧郁症的这个 过程的人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因为 你知道我看完那个 是精神病啊 但没关系 嗯 以后 我真的觉得 众生皆有病 嗯 没病的人才有病 哈哈 没有我刚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最近有一点写不出来的话 表示你最近过得还不错 哈哈 不是啦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写不太出来 没有没有 我真的觉得说众生皆有病 所以每一个人他或多或少 就会有一些些轻微的一个 状症状或者状态或者什么 我觉得去面对他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几部剧 我真的觉得还不错的 嗯 然后剧本真的写得很好 我觉得很细腻啊 哪几部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是精神病啊 但没关系 然后还有一部 韩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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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部叫 二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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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韩国的 也是韩剧 嗯 现在好像是不是只有韩剧可以看 我觉得他们很 他们的剧本写的蛮细腻的 嗯 他们在看待这个 我不晓得 反正你 我只能说我觉得他们剧本写的很好 是硬 然后 像我也看了寄生上流吗 嗯 我觉得他们的议题走得蛮前面 我 是 是 是 不要这么快 哦 我还没讲完 不好意思 我觉得 韩国的电影 是电视剧或是电影啊 有一些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不是因为他们走得比较快 而是近期 我有发现 他们很愿意去面对人性面的部分 无论是美好或是丑陋 尤其是 对 尤其是很真实的丑陋的那个部分 可能大家看着看着会觉得 有一点 浮夸了 夸张了 但是你要知道现实生活可能更狗血 是 是 真的 可以理解 真的 真的 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他可能更狗血 只是说 我们在观看的时候 是用两个小时观看 可是我们在观看自己的时候 或是观看他人生命的人生历程的时候 这个过程 他可能不是两个小时 嗯 哦 我可以理解你讲了 因为 近期我觉得好看的韩剧 或者是什么东西 大部分都是 人性的 很丑陋的面 或者是很 很卑微的 或者是很邪恶的 对 但是他 就是因为他很真实 所以你看了之后 你会特别有感受 像我前阵子就在Netflix上面看那个机身上流 那我有看到很多人都说 他们不觉得这部电影好看 可是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呢 在凤俊浩的前面的几个作品 我觉得那个心境上有很大的转变 嗯 真的 嗯 过去他可能会是用社会事件去做改变 进而让你去看到人性丑陋 或者是脆弱的那一面 嗯 但 寄生上流不太一样 嗯 他在用一种更宏观的方式 去观看这个社会 嗯 嗯 那他里面有一句台词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种 他就说 有钱 他们就说那个 这部电影里面的女主人 很善良 然后那个 有钱我也可以善良 有钱我也可以善良 那有一些人对于这句话 就是其实是嗤之以鼻的 可是我在看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 好能够 很能够感同身受 嗯 嗯 为什么 这个 妈妈会说这句话 有时候你真的是 会被钱逼急了 嗯 你知道吗 逼死了 真的 你真的会被钱逼死了 逼急了 你的尊严 你的尊严在那个时候 在现实面前 相对没那么重要 嗯 你的尊严在现实面前 面前 根本为不足道 这个是 嗯 我觉得有 很 可能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去 理解的 这是真正的 对啊 就好像我之前 拍了一个 一支影片嘛 就是母亲那支影片 嗯 那 我把它share到我自己 私人脸书的时候 嗯 我有一些朋友 我有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 在底下留言 他说 为什么 大家看起来都 很悲伤 嗯 那他 他就是一个 很 家庭环境很好 然后 嗯 嫁得也很好 他就是 外人典型看的那种 很幸福 但我相信他也有 他自己的压力 嗯 只是说 在这个部分 家庭里头 呃 跟母亲的关系的这种 或者是亲情里面的这种 不不如意 什么 这一类的东西 他其实是观看不到的 我也可以明白 因为 他就是属于 这个寄生上流里面的 这个女主人 呃 这个妈妈所说的 他很天真 很善良 嗯 有钱我也可以善良 这样子 相对比 我觉得相对比较幸运的吧 对对对 但是 是幸运的 当然当然 我们只能说幸运啦 对 对啊 那 我 我觉得 这个 在整体的社会里面 每一个 他 这个阶级化 你能够观看到的角度 事物 本来就不一样 嗯 当然 真的 肯定 对 但是我觉得寄生上流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也是一部 很好的电影 嗯 不能够拿他去跟他之前的作品去做比较 我是这么觉得啊 我是这么觉得啊 我觉得他在这部剧里面其实是以更宏观的角度在看待社会的 嗯 嗯 嗯 我还是觉得这部电影好看 好看 我觉得我也觉得好看 对真的好看 那 嗯 可能 每一个人观看的方法角度不一样 但没有关系 但我只是说 如果 你 就是 没办法跟 像我可以跟你分享 嗯 就是我最近心情的整个过程 如果你没有找到对象可以去分享的时候 可以去看这几部电影 看一看 真的会 可能你会 好 我也不晓得 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有 我有 我也不是说好一点 应该是说 我有摸索出一些内心的一种 那些一些方向 我觉得他 他能够让你内心有一些触动 嗯 进而会让你 在观看自己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进而去有一些 长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思考脉络 嗯 那 这个很重要 刺激刺激思考 对对对对 对这个对我来说 像我这样性格的人 我觉得可能是我解决的方法 嗯 嗯 就是我解决的方式就是 让我自己能够找出新的思考脉络 嗯 那 我就能够长一些新 不一样的东西出现 当然 对啊 那除了精神病啊 没关系 是精神病啊 但没关系以外 然后二枝花 金生上流 如果还没有看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看 然后我最近近期在看的这个 爱上你治愈我 嗯 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 嗯 OK 对有一些是可以在Netflix上面看到的 但是有一些 的确是可能要花耗费金 要去找一下 对找一下 我是觉得好看啊 爱奇艺啊 或什么的 对对对 大陆的平台 之类的 就是 我觉得这几部剧真的是值得去观看的 嗯 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安哲罗普洛斯 哦 安哲罗普洛斯 哦 安哲罗普洛斯的几部电影 如果可以 我也觉得是可以看的 哪几部 嗯 他的那个三部曲啊 嗯 他有一部 像呃 之前我们是雾中风景 我觉得雾中风景 雾中风景这部电影 其实是让我 啊 打了我七云八速最严重的一部电影 嗯 我大概反复看了好几次吧 嗯 我朋友说我有病 当然是有病 对 因为 哇 那个看一部就 看一次就已经 就想要死去啊 然后 你再看这么多次 这真的是 然后还有那个 奇艺老司机的红白蓝 嗯 尤其是蓝 真的是 就干嘛 啊 然后我就在一个月里面看了大概五次 嗯 那因为 这不是有病这是什么 对啊 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自己去那个 坐ferry你知道 坐到那个 坐渡轮 对 然后就坐到那个 另一边去 哪里啊 Brooklyn 不是不是不是 Queens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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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杜伦 对 就是坐到那个 坐那个 Hudson River 反正就是坐到对面那个岛啦 哦哦 啊那个岛 那个 那个 不是不是Standard Island吧 Standard Island Standard Island 就Standard Island 啊你知道那个 斯坦顿岛 对对对 啊那个岛里面 我随便讲的 对对对 Stand Island 不是那个监狱的那个岛吧 不是不是 啊可是你知道那个岛啊 根本就啥都没啊 就人住的地方嘛 哦 它也不是你可以去逛街 好像有个垃圾场在那里 啊你也不是可以去逛街还是干嘛 对啊 好像不是什么很酷的地方 没有啊 哦 我就坐坐坐 那你去那边干嘛 坐去那边干嘛 我跟你说我干嘛 我就去那边 纽约旁边的一个小岛 对 然后我 我是下课 中午下课的时候 然后走走走走走 我们家是 我学校是在 纽约的南边啊 东边 东边啊 我学校是在 东边 Hunter不是在东北边吗 东边 对对对 东边 然后68街 很北边啊 很北 算北了啦 算北 对啊 算北 不管啦 反正我就从那边开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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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南边去这样 那很远耶 很远 那走到脚会断掉的 60几街 那个一个block大概有 我觉得应该有 两三百公尺 在纽约走路都还好 还好 然后我就走走走走到那边去之后呢 我就 去坐渡轮 然后上渡轮之后 我就到那个岛上去 然后到那个岛上去呢 也不知道干嘛 也不知道干嘛 就选一台公车 然后那个公车 他们其实是用画地图的 告诉你说 我的路线是往直直走 还是绕哪一边 这样的那样 然后我就选一个 绕最远的 就是那个地图上面 那个路线是画最远的 然后我就上那一台公车 坐坐坐坐 从骑站坐坐坐 到终点站 然后再坐那个渡轮 再哒哒哒哒哒 回来我们家 就这样过一整天到晚上 我十点多 没有啊 台北市你也可以坐类似的 延平北路 可以从一段坐到七段 你知道有多远吗 坐到摄子道 再坐回来 哦 是 反正我朋友那时候都觉得我有病 可是我那时候 有一些 应该有一些 对啊 但是我就跟你说 是精神病啊 但没关系啊 是没关系 是没关系 你也 再怎么样 你也是 生了两个 对啊 是不是 人生还是可以过了 我跟你说 你们真的可以看那个 是精神病啊 但没关系 真的 如果有人说你是疯子 你就推荐他去看那部剧 你就说 我告诉你 你看我还好过很多 因为 真的是疯子 可是人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 其实疯子有什么样 OK啊 而且你那天不是问我说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有病吗 我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没病啊 你才有病吧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没病 现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你看到很多人 都有很多病啊 对啊 郭泰民有没有病 郭泰民病很不轻 好不好 对不对 Elon Musk 病得不轻啊 对啊 OK 杨志良病得也不轻啊 我们随便 随便举几个名字 你只要新闻有点热度 其实都病得不轻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很独特 OK 我觉得那个所谓病得不轻 其实都很独特 独特就吸引人 你懂吗 啊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都是 就是云云众生 我们都是那个平均值 啊 但我们都喜欢那个 那个变异种 啊 就那个神经病了 那个 啊 所以其实现在 大部分在台面上的人 都是有一些病 啊 瘦瘦瘦瘦瘦 都有病啊 那病的都不行 马云九有没有病 本来有病的不轻啊 小英 小英也病的不轻 他们都各自 各自有各自的病啊 每一个人都会有病啊 好不好 哦 对啊 反正 柯文哲 感觉严重 对啊 这个我就可以讲了 忍耐的病也是 他是修养好不好 那也是一种病啊 修养 忍耐到一个极致 也是一种病 不合理啊 对啊 对啊 反正总而言之言的总之呢 你不孤单 嗯 嗯 我们也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个世界上有病的 不要只 不是只有你一个 我觉得那没关系啦 其实真的 啊 对啊 OK 真的 哇 我们下礼拜见 我希望我下礼拜可以 食语症 可以被我找回 对不起哦 如果你们这一集天很难过 对我们下礼拜可以人多一点效尾 啊 等我 这个一两个礼拜可能 自己好好调试一下 啊 之类的 对 快了快了 或是你们可以来行册消费 或是买一些冷冻包回去 我们应该心情会好一点哦 啊 哈哈 北七哦 好啦 好啦 拜拜 哎 我想要分享一个 哎 又来 对啊 我们 YouTube的 订阅 快破千了 好感人哦 现在是什么 930几个 大家加油加油 天哪 快破千了 至少是一个我们自己的里程碑 感恩哦 好啦 好啦 先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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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